大家好 我是翔翔翔 有人问我虚拟效果器要如何在live中使用呢 这个问题问得very good 这是一个有点麻烦但是又很多解法的问题 我自己的解法是笔电再加有附控制踏板的录音界面 我之前是用小笔电重量非常轻 有些人会担心效能问题 但是如果只执行效果器程式 加上电脑系统整理得好的话 很多旧的小笔电就能顺顺的运作咯 接下来是录音界面加控制踏板的部分 我用的是Native Instrument出的Rig Control 3 这东西原本被设计出来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产品 也就是Guitar Rig作为搭配使用 但因为它传输的命令讯号可以被修改 所以就变成只要能和Midi沟通的效果器 就可以被它控制 那来看一下正面 有八个切换式的Switch 然后一个Paddle 跟一般的效果器没什么两样 那侧面呢 由左至右 左边 有我的左至右 Line Instrument 切换Line或Instrument的Level跟组抗 所以除了吉他他也可以接Keyboard使用 附带一提 我现在是纯粹把它当控制踏板 所以吉他并没有进他的Input 那第一个GAN Input1的输入音量 对 然后他有两个Input可以接两把吉他 那教学时候很好用 第二个GAN 调Input2的输入音量 那Output 如同字面就是输出到音箱或者是Mixer都可以 High Low 切换输出的音量等级 好 Fons 接耳机的 跟耳机音量 那Paddle 如果觉得切换不够多的话 可以再多接两个外接踏板 Midi In跟Out可以再连接其他设备使用 比如说Midi Keyboard 或者是拿去控制其他的音源机 USB孔就是接到电脑去 硬体的部分大致上就这样子而已 说穿了他就是一个带有踏板控制的录音界面 那我拿出其中一个Live Setting作为范例 我是用Mesa Boogie Rectifier系列 因为他有三个完整的Channel 所以可以做的 让我在Live的风格可以做的比较广 控制1 是切到Channel 1 控制2 是就切到Channel 2 控制3 就切到3 控制4则比较特别 我是在Amp后面放了一个提高6分贝的Bollum Booster 这样我无论是在哪一个Channel 都能随时切到Solo的音量 比如说Channel 1 Channel 2 Channel 3 那控制5呢 控制5我是设定在开关Triple Screamer 作为Game Booster使用 作为Game Booster使用 所以一个是增加Game 然后一个是增加音量 控制6 7 8 我都是拿来当作空间效果器的切换 6是Phasor 7是Choas 那第8个是Delay 挖踏板 我是当作 就是挖使用 踏板就是我当作挖使用 不过现在控制器 因为放在桌上 我只要用手挖 大概就是这样啦 那控制踏板的使用 是非常自由的 每一个切换 都可以以你想要的方式去设置 像那些大师一样 每个都有两层定做的踏板切换 那原谅我没有办法做太详细解释设定的过程 因为有点复杂 而且如果你选用的软体效果器 跟我不一样的话 那设定的过程也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另外很遗憾的Rigger Control 3已经停产了 我之前买二手好像是 6500韩 Guitar Rigger软体吧 但蛮多公司都有做类似的产品 你可以找 Audio Interface 用这个自串 Audio Interface with Paddle 用这个自串去搜 应该可以找到比较新的产品 就这样子啦 拜拜